欢迎来到名人VTV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2023下半年衣食不带不甜宠剧 赵乐斯偷偷藏不住暑假预定 2023上半年开播了多不甜宠剧 口碑都还不错 像是爱情玩以及三分野的评价就很高 而下半年的带播清单也相当精彩 一步步都是罢款预定 CP这人强 包含以爱卫营我的人间烟火 及偷偷藏不住 都有蛮多粉丝期待的 以下为2023下半年带播甜宠剧 暮色新约月月月有望定档 偷偷藏不住暑假预定 2023下半年带播甜宠剧 第一 杨阳 王楚然我的人间烟火 我的人间烟火自从定角后讨论度就很高 杨阳 王楚然这对高颜值CP又自带热度 而这部据消息传出 难有机会能在暑期定档 这部除了杨阳 王楚然外 魏大勋 杨超越及张彬彬也都会有情出演 卡斯这人非常豪华 很值得期待 我的人间烟火剧情 讲述消防战长宋印和急诊科医生许沁 年少时间两人因家庭反对被迫分开 分别十年后重逢 两人都有了成长和改变 随着心结被解开 两人最终克服家庭阻力并重新走到一起的故事 2023下半年带播甜宠剧2 任佳伦 杨领 暮色新约 暮色新约在腾讯的六月带播剧清单中 这对CP组合很新鲜 火花也算强 杨领和任佳伦在剧中还穿上了学生制服 意外非常适合 暮色新约剧情讲述想将自己的心理 推理小说改编成剧本的作家齐连山 见到刘霞用心理学知识 对一名想要跳桥的女子成功疏导后 便密邀其单顾问 在改编小说的过程中 齐连山深深的被刘霞所吸引 最终两人各自收获成功事业与美好爱情 2023下半年 到波甜宠剧3 周亦然 张鸟怡单网飞奔向米 单网飞奔向米是小成本网剧 不过因为导演是拍过 如此可爱的我们集见面吧 就现在的猫的数 所以死忠粉丝也不少 而这部也是已经得到许可 最快会在六月订当 这部的设定是双向根副 再加上校园剧 男女主角有CP感 确实很值得期待 当网飞奔向米剧情 讲述乐观开朗的高中生苏在在 被亲吻孤僻的张乐让吸引 他用自己小太阳帮的温暖治愈 助他的自卑 而在学霸张乐让的影响下 苏在在也变得更加勤奋向上 两人一路相伴成长 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故事 2023下半年 带郭田宠剧寺 诚意 张雨昕 难分之我意 难分之我意真的让大家等很久 自2021年杀青后 已经过了两年还没定当 只能祈祷2023下半年能顺利开播 这不是诚意 张雨昕 寄宇军歌二搭的性偶剧 两人虽然在古偶CP火花不强 但换成性偶剧后 CP感确实高了不少 而且题材也是大家感兴趣的大总家面面 难分之我意剧情 讲述药物研发员傅云生 与外科医生朱旧在欠发达地区 进行人道医疗救援 两人从物检到经历生死后的两心相许 然而还来不及坦诚心意 一场事故确认傅云生陷入人生低谷 他斩断与朱旧的联系 一年后 朱旧以家庭医生的身份 与傅云生重逢 面对他的百般刁难 朱旧硬坚韧乐观的心态 与不离不弃的爱曼曼治愈云生 陪他走出亨暗深渊 2023下半年 带播甜宠剧乳 赵瑞斯 成者远偷偷藏不住 偷偷藏不住绝对是今年 大家最期待的甜宠剧之一 而近期也有好消息传出 这部男友让在6月底或7月初定档 以杀青到开播的速度来说 这部算真的很迅速 偷偷藏不住改编 自同名小说 原著在网上人气很高 而赵瑞斯 成者远的悬角很贴切小说人设 CP火花超级强 所以蛮多粉丝看好这部 偷偷藏不住剧情 讲述13岁的爱惹是少女三智 在学校时不断闯祸 为了不让家长到校处理 只好寻求哥哥朋友段嘉许的帮助 而段嘉许也把三智当作妹妹看待 不过两人却因一场误会而疏远 直到三智考上了与段嘉许同个城市的大学 两人重逢及朝夕相处下 最后收获爱情的故事 2023下半年 大波甜宠剧6 胡一天 梁洁请和这样的我恋爱吧 请和这样的我恋爱吧 是胡一天 梁洁记绝代双交后二搭的性偶剧 两人时装的CP火花确实比较强 果然两人还是更适合甜宠剧 虽然目前网上对请和这样的我恋爱吧 的讨论度没那么高 但这不是由月光并作曲的导演指导 感觉质感应该也不会差 请和这样的我恋爱吧 剧情讲述自律勤奋的杂志主编叶寒 机缘巧合下帮助变周可爱的体育老师 李萧萧化解了一次次尴尬的危机 却因为过去的灾遇 难以迈出爱的脚步 两人的关系在兜兜转转中 叶寒守护着萧萧的暗恋与脆弱 萧萧彻底治愈了运寒的情感创伤 2023下半年代波田宠剧期 周也谈见次很想很想你 原先大家对很想很想你期待值也很高 毕竟是改编自莫保非保的小说 本人还亲自担任编剧 但自从上半年的龟路口背翻车后 这部的热度就有点下滑 蛮可惜的 很想很想你由周也搭弹谈见次 两人都是今年备受看好的演员 搭在一起CP感还不错 日前释出的海报也很有氛围感 应该还是能期待一下 很想很想你剧情 讲述热爱音乐的大四学生顾生 梦想能与配音圈大神莫清澄合作 某次的经缘巧合下 他与莫清澄的在一次活动上见了面 再加上郭英密的神助攻 两人之间的距离渐渐缩短 此后莫清澄便以美食和声音为耳 对顾生展开钟爱计划 2023下半年代波田宠剧8 白鹿、王鹤帝以爱卫营 以爱卫营应该是下半年田宠剧的爆款预定 卡斯这人太有看点 由白鹿搭办王鹤帝 两人都算是田宠剧的专业户 CP感完全不应说 而且剧情也难吸睛 是女主错腰男主的设定 王鹤帝饰演霸总实验 日前剧组也是出了她的剧照 眼镜沙配西装的造型真的很帅 以爱卫营剧情讲述郑书役 是一名财经记者 被前男友劈腿后 发现小三的小舅舅开注一台劳斯莱斯幻影 为了报复渣男与小三 郑决定来做这对渣男渣女的小舅妈 结果最后撩错人的故事 2023下半年代波田宠剧酒 吴磊赵金奈再报雪十分 再报雪十分也是改编字莫保非保的小说 本人不只担任编剧 还与剧组一起到芬兰拍摄取景 五月底才刚杀青 有望在今年底开播 吴磊赵金奈都是观众员不错的演员 而且从日前往上的路透来看 CP火花还算不错 两人同矿画面有甜 所以大家还是蛮看好这部剧的 在报雪十分剧情讲述运动员 林逸阳与因果相遇在一个报雪夜里 林逸阳对因果一见钟情 又因两人对运动的热爱 不断产生交集 生活也开始发生变化的故事 2023下半年到波田宠剧一时 肖战、百百合焦阳伴我 焦阳伴我英语主角是百百合的关系 开拍时间非常低调 二月杀青后也没有过多宣传 只是出了杀青特辑 剧照更是一张都还没看到 目前最快也是有望年底前播出 但肖战主演的路剧一项都要等一大段时间 只希望这部不要让粉丝等太久了 焦阳伴我算是部多事情感剧 肖战、百百合在剧中是姐弟恋 设定还算好客 但CP火花如何还是得等开播后才能揭晓了 焦阳伴我剧情讲述简兵是业内知名的广告导演 盛阳是出入社会的新人 两人在一家餐厅偶遇 一位刚结束婚姻 一位等待爱情无果 两位陌生人因此结缘 展开了一段奇妙 浪漫的爱情与成长之路 我们下来看 美与